大家好 我是Den 2024年的韩国娱乐圈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不安 酒驾 灶淘娱乐经济公司内部矛盾 各种犯罪等一连串事件连接不断 而深处业界的从业人士 最能切身体会这些混乱带来的冲击 那么他们心目中选出的 2024年娱乐圈最糟糕人物 究竟是谁呢 韩国娱乐经济媒体Joynews Isipsa 为迎接创刊20周年 于9月30至10月8日间进行了投票调查 此次调查共有200位娱乐公司 电视台电影集电视制作人和娱乐记者等 业界人士参与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因史前无猎的酒驾事件 甚至涉及事件隐瞒嫌疑的歌手Kimoju 被选为年度最糟糕人物的第一名 Kimoju于5月9日夜间 在首尔江南区驾驶车车时 撞上一辆迎面而来的计程车后逃逸 一开始自首承认酒驾的人 是与Kimoju交换衣服的经纪人 而Kimoju走在酒醒之前 持续无视警方的联络 直到17小时后才现身 并否认酒驾 而在调查过程中 Kimoju经纪公司的本部长 试图吞下行车记录仪的记忆卡 以摧毁证据的情况也被曝光 随后经纪公司宣布 所有员工将全员辞职 将无条件终止与旗下艺人的专属合约 实际上已进入关闭公司的程序 之后检方在9月30号 进行的Kimoju最终公判中 对他求刑三年六个月 检方指出 Kimoju在醉酒状态下 闯入中央车道造成事故 加上从公司代表到经纪人 组织性的进行司法妨碍 引发了国民的共愤 因此Kimoju以50%的压倒性得票率 被选为2024最糟糕人物 紧随Kimoju之后 海埔彭西尔与前欧多代表明尼锦 分别以37票和26票位列第二三名 分析指出 自今年4月以来持续之间的 海埔与明尼锦之间的法律纠纷 以令娱乐业经人士们感到极度疲惫 特别是彭西尔在这次事件中始终保持沉默 避而不谈 并且还爆出雨谦AfricaTVPJ Kwajib Sayan的私生活问题 导致形象受到打击 甚至最近还爆出海埔内部文件中 出现低劣词汇贬低其他经纪公司艺人的内容 而他依然选择不出面 让大众感到非常失望 因此他以37票 畏惧Kimoju之后 成为最糟糕人物的第二名 明尼在近年的球鱼news Ishipsa调查中 同时获得了娱乐圈最具影响力人物第一名 虽然不少人对他与海埔的纠纷感到疲惫 但他无谓的正面应对事件 让大众对他产生了新的好感 特别是在今年4月的首次记者会中 明尼以前所未见的解露内容 迅速改变了舆论 获得了不少好评 因外遇丑玩而卷入第三者诉讼的Kang Yungju 以8票排名第4位 与演员强心价结婚后 Kang Yungju曾透过各种家庭综艺节目 展现了顾家的形象 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 而这次的第三者诉讼 却给大众带来了巨大冲击 虽然最终他与Kang Yung复合并共同生活 但恐怕难以再获得过去那样的支持与共鸣 接着是获得7票的Kang Yung 在涉及新犯罪的Penice事件后 Kang Yung即使出狱后 也被目击在法国的一家业店 对女性纠缠不朽 这一行为引起了业界人士的不满 此外 因毒品丑玩而频繁出庭受审的演员Yung 同样获得了7票与Kang Yung并列 接着是出言得Influencer后 卷入于Penice事件生活问题的PJ KwaJip Sayang 以及在东南亚等地依然唱着PikPen的歌曲 忘不了昔日辉煌的Sing Lee 他们各自获得了2票 然后是骚扰YouTuber滋养的那群人 作为公共广播机构 却在光复节引起争议的KBS电台 威胁演员Yung的声色场所经历 演员Han Sui Penice事件的Suga Yu Seng Jun 排布前代表Pak Jiwon 演员Hang Jiung 演员Yu Junior NCT TAIL 演员Yung等人 都各自获得了1票 而在200人当中有15票为天打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网友们的反应 调查截止到10月8号 因此可以理解 如果现在重新进行调查 Penice应该会以压斗性的排名第一 即使现在重新调查 Ki Mojong也会拿第一把 酒驾造讨销毁证据 教唆作为伪证的三重罪行 这样的组合谁能超越呢 Penice的排名确实应该更高 而明镜的排名也合理 毕竟它涉及掩盖职场性骚扰 和压下霸凌事件 大众对Hip的事件没什么兴趣 Ki Mojong事件的影响力才是压斗性的 Ki Mojong本来就骗轻的酒驾处罚 变得更难执行 这真的事件大事 已经有后几位事外者了 所以对于一家媒体的投票调查 2024最糟糕人物排名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